纵观历史 兵家四省说的版本很多 莫衰一世 吕尚 鬼谷子 孙武 吴启 王子成父 司马仰居 孙殡 白启 魏辽 王俭 黄石公 张良 韩信 李静 岳飞共十五人赫然榜上有名 吕尚为兵家之祖 百家之宗 超然于四省 鬼谷子 黄石公近乎神话人物 史书记载语言不详 王子成父 司马仰居 功业不显 张良 孙殡 魏辽有运筹之功 吴玉军之略 白启 王俭 伐诸侯 宜六国 有大功于秦国 吴兵法传后世 岳飞京中报国而功业不遂 身死明灭 是以兵家四圣 孙武 吴启 韩信 李静不负众望 当仁不让 亦孙武 孙武 自长青 山东乐安人 有齐权秘籍 出神入化 自其至吴 为吴国重臣 吴元举荐 向吴王和驴宪兵法十三篇 败为大将 出师法处 五战五七 入影破处 其一生熏夜 吸破强处 北威其进 显明于诸侯 功成名利 飘然退隐 寿终正寝 后世尊为 兵家至圣 百世兵家之师 位列五妙使者 其孙子兵法十三篇 古之言兵者 吴初其右 为后世推崇备至 号兵学圣典 二 吴吴吴 吴吴是山东定陶人 通小兵法 如三家 杀其囚将 自卫至鲁 鲁元公以吴吴吴为将 击败其师 为人谗言 遭继李鲁奔卫 魏文侯任吴吴为主将 收取河西地区 秦人不敢西下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 全胜六十四 后围为武侯猜忌 投奔楚国 辅佐楚道王破横散从 南平百越 北并陈蔡 却三进 西伐秦 印马大河 威震诸侯 楚道王去世 吴吴吴吴吴 因得罪楚国守旧贵族 惨遭射杀 吴吴吴历是三国 强卫扶楚 吃敌力胜 吴子一书 流传后世 号称亚圣 与孙武并称孙武 位列五庙使者 三 韩信 韩信是江苏淮安人 弃楚归汉 败大将 定汉中对策 还定三秦 平位秦代 破罩邪淹 东击齐 西灭楚 以攻封齐王 习楚王 被人诬陷 致云梦之痴 便为怀音侯 然而金弓伐能 与陈希勾结 图谋不轨 为吕后 萧和合谋 又杀于长乐宫 并已三足 韩信功高无二 略不识出 为兵权谋家之代表人物 并著有韩信兵法三篇流传于世 浩瀚出三节 后世奉为兵先 神帅 卫列五庙使者 赐李靖 李靖是陕西三元人 平巴蜀 定京阳 开疆拓土 左命开国 灭东突厥 平土欲魂 肃清沙漠 威震一敌 出将入巷 攻大而主不宜 生荣死哀 唐太宗称其为一代楷模 李靖著有卫攻兵法六军境兵法 可惜多以失传 卫列五庙使者 以上四人 巨著兵法传世 历代颜兵 首推孙吴 二人兵胜之名不可动摇 而历朝历代 首推强悍盛唐 韩信公盖两汉 国事无双 李靖勋冠全堂 一代楷模 二人兵胜之名 不负众望 古四人兵胜之名 当仁不让 可谓名副其实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